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洗完立刻上床会令人难以入睡 建议在睡眠前两个小时洗澡 如果只能在睡前洗澡 建议在预后用湿毛巾冷服额头五分钟 三 一洗床就冲 早上洗澡有很多好处 可以促进大脑兴奋 一天下来精神满满 但如果没吃早饭就洗 很容易发生血晕 甚至低血糖性休克 如果再加上水温过高 血管扩张 还会出现脑供血不足虚脱 早起洗澡要安排在早餐后半小时 四 饱餐后洗澡 吃饱饭后不宜洗澡 刚吃完饭以后 大量血液积聚在胃部 这个时候洗澡全身血管就会扩张 皮肤和肌肉血流增加会影响消化 五 洗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 皮肤表面的脚质层 脂质层可以保护身体 不是外界的伤害 用力搓皮肤就会造成破坏这层保护层 建议增加洗澡的次数 而不是攒着洗 用力搓 可以用海绵来轻轻擦拭 只在肘部 膝盖等角质层厚的部位使用搓澡筋即可 六 运动后不要马上洗热水澡 很多人喜欢运动后马上洗热水澡去屋 其实运动后身体状况尚未恢复平稳状态 不宜立即洗澡泡澡 尤其是洗热水澡和桑拿 因为运动后立即洗澡会导致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增加 其他器官供血量不足 同时运动后呼吸还会平稳 接着就进入浴室 在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 大脑很容易缺氧 可能会出现头晕眼花 全身无力等症状 严重者还可引起血压下降 虚脱休克和晕阙 专家介绍运动完后最好休息30到45分钟再洗澡 温水淋浴在5到10分钟内完成 水温不以36到39度为好 特别是体质胶弱的人更应注意水温 七 泡澡时间不要过长 有的人喜欢泡澡甚至泡在浴缸里听音乐 但是泡澡时间过长不利健康 因为泡澡时间过长容易使人疲劳 亦引发心脏缺血 缺氧 严重者会致使冠状 动脉精卵 血栓形成 甚至诱发心率失常而猝死 另外 洗澡时间过长 头部血液供应相应减少 会导致脑缺血而发生意外 因此洗盆浴的话20分钟就可以了 八 先热后冷促进血液循环 专家认为冷热水交替的淋浴按摩 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但必须先热后冷 热水可舒张皮肤表面的血管 并放松肌肉 帮助自我放松 当身体已经够温暖时 再进行冷水浴 这能紧缩血管并促进血液循环 使精神和肉体兴奋 秋冬季节洗澡的进去事项 一定要用心记住 留意于生活才能够得益于生活 一 洗澡前喝杯白开水 二 饭后不宜马上洗澡 三 去练运动后不宜马上洗澡 四 洗完澡不要马上睡觉 关于洗澡的几点冷知识 你注意过吗 一 洗澡时候温度多少最合适 很多人洗澡的时候喜欢用很热的水 认为这样才过瘾 其实这是不对的 用焦热的水会让肌肤变得更干燥 出现发红甚至脱皮的现象 建议洗澡水温在24度到29度最佳 二 为什么有时候洗澡会眩晕 因为水温高 人体出汗过多 大脑缺血 低血糖 就会引发晕阙 洗澡时水蒸气使皮肤和毛细血管开放 血液集中到皮肤 就会引起眩晕了 需要注意的是 空腹和刚吃完饭都不要洗澡 三 洗澡应该保持怎样的频率 很多人会每天洗一次澡 甚至洗两到三次 其实洗澡过多 会把人体表面起到保护作用的优质洗掉 皮肤更易感染细菌 对保护皮肤是不利的 洗澡频率保持在两天一次为好 最多一天一次 四 每天洗澡时间多长何事 每次洗澡的时间不宜太长 太长的洗澡时间会把皮肤表面的油脂洗掉 让皮肤更容易洗澡伤害 洗澡的时间在十几分钟最好 五 搓澡好吗 偶尔搓澡是有利健康的 可以有效地去除身体的污垢和死皮 也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但经常搓澡是不好的 会去除皮肤表层具有锁水作用的油脂 令皮肤变得干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